這一個是木拿種的裸石 翡翠裸石 總共三顆 目前上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五萬元 三顆 不是一顆 三顆五萬塊 我先解釋給你聽 先讓觀眾朋友了解 什麼是木拿種 是不是 我們先看 來 觀眾朋友都看到了 一點一點的 這個都不必畫了 你看裡面 就跟那個月球表面 好像整個都是月球 然後一點一點 一點一點的 都是這樣 這個就是標準的石花 這就是標準的木拿種的石花 你記住 這麼圓 這麼圓 這是標準的木拿種的石花 大部分的緬甸玉 它在別的礦區出現的石花 是比較像這樣子的石花 比較不規則 像霧狀一樣 對 像霧狀一團一團的 不一樣 木拿種的石花 剛才我們知道 前面還有一個木拿種的 木拿種的 有一個條紋有沒有 有一個條紋的走向 這個還再加上 這也是木拿種的 才有這樣子的圓形 很圓 你注意看 很圓 這個是圓形的 這種石花 這個就是標準的 木拿種 這個石花其實是不是 就是我們現在畫面上面 看到那一點一點一點的 就是這個 對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畫面上面那個一點一點的 對 就是那個一點一點的 所以那個肉眼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要打光 重點還是要打光 可是一般人的話 他會認為它是雜質 這樣子 它當然是雜質 事實上它是雜質的一種 我們現在只是說 用這樣子來判斷 它是木拿種還是哪裡種 哪裡出現的礦區 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知道 它是不是緬甸域 既然是木拿種 當然就是緬甸域 而且這樣子 這種石頭如果拿 如果是B貨 它是A貨 如果拿這個木拿種 拿去經過栓處理的話 我跟你講 這些這邊就會出問題了 它這些經過栓以後 因為這是石花 這邊就會全部都開始 它會擴散出來 就會擴散 它的走向又不一樣 下次有機會 我們可以給觀眾朋友看 蛋面的玉石 千萬記住 不要買圓的 這個就是圓的 什麼叫做橢圓 我們希望買橢圓的 橢圓的意思就是 我們量一個角度 如果是10公分 隨便講了 按照比例 1比0.8 0.8 0.5 至少要0.75以上 所以要1比0.75以上 意思就是它要做成橢圓狀 為什麼 你做圓的 觀眾朋友想一想 做成圓的 我能夠做什麼東西 做界面嗎 去想一下那個界面 不好看 界面不好看 你一定要做橢圓的 那做成界面 是給男生戴還是給女生戴 也很奇怪 那你說我做成胸針 圓的能夠做成什麼樣的設計作品 通常玉石 很多的玉石都拿來做成葉子 那你有看過葉子是圓的嗎 也沒有 所以這個圓的很難做 很難做 而且還有一個圓的 因為很難做也很難設計 所以你以後要在銷售的時候 你以後再賣出去 根本就沒有什麼人要 所以我們說還是要這樣子 橢圓的 不要這個圓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我們希望它的直徑 至少要能夠在1.5公分這樣子 我們看到的是這樣子 這種玉石 這種蛋面型的 觀眾朋友記住 不管什麼顏色 我們先更跳脫這樣子的 不管顏色 如果你想要上百萬以上的 這種玉石 這種蛋面型的 至少要在1.5公分以上 這個只有1.0 你看1.05 1.06 那意思就是說 上1.5公分以上 才會有百萬 那當然就是大很重要 1.5然後乘以它的0.85 然後再乘以它的0.35 就是它的高要0.35這樣子 這一個4萬塊錢買的 後來接下來的話是18萬 其他的東西 它買的價格都非常的貴 但是未必能夠讓你賺到錢 真正買到的 反而是便宜的 讓你賺到的錢 所以買入的一個價格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對 今天非常的感謝賴小姐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的 這個則是來自於中和的吳先生 吳先生你好 好 來 吳先生呢 本身是從事這個K金的加工 我剛剛有特別講到 今天呢 讓大家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大開眼界 因為今天呢 這個吳先生呢 所帶來的這一些翡翠珠寶 全部都是他二十幾年來 收藏的金品 所以我剛剛看了一下價格以後 我嚇了一跳 我想說不得了 我覺得我們的這一位賴小姐 你如果要買玉的話呢 你直接找我們這個吳先生來買 你這個所有買的玉的話呢 都比他現場我們看到的 都還要來得貴 他的東西買的都是很便宜的 對 當初買不便宜 那時候也不便宜 那時候不便宜嗎 來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手鐲 我剛剛看到這個手鐲呢 我就已經嚇一跳了 大家看一下 這個手鐲呢 當初買的一個價格是 五萬塊台幣 對 來 給大家看一下 他什麼時候買的 這二十年前買的 二十年前 來 白底飄花 你看 當時五萬塊錢 你可以買到這樣子的一個貨色 然後呢 你怎麼知道叫白底飄花 因為它上面寫的 真的假的 白底飄花座 你怎麼這麼厲害 他告訴我的 白底飄花座 來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真的還假的 如果按到二十年前的話 紡織的工藝會不會就不會那麼的 這個多 所以有可能會買到真貨 尤其是吳先生本身又是從事這一行 我相信他應該 不至於會買到假的 但是他買到一個價格的話 五萬塊錢真的很便宜 好 我先問一下賴小姐 您剛剛買的手鐲裡面 最貴的是多少錢 不要講手鐲 你的所有的玉裡面 買的最貴的是多少錢 三十萬 好 這一個 如果三十萬賣給你的話 你要不要 三十萬賣給你要不要 你還要考慮啊 天啊 你剛剛買那個三十萬 後來見下來的結果是多少 要 當初如果是五十萬我也要 好啦 我們看你眼光 到底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也不曉得 他其實今天賠的 真的很多 好 我們看一下 來 吳先生 你跟大家介紹一下 對 你覺得那時候 你覺得這個 價格的地方是這台 當然是綠色的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然後呢 最差的就在這裡 沒關係 不會掉沒關係 就在這裡 好 最差是在這邊 對 因為是這邊 也是有灰 是自己有雜質 這邊就OK 這邊又有帶點透 對 對 就會差它 好 您自己估呢 我估的比較實在一點 實在一點 對 您估的 我先問一下 您估的價格的話 如果賴小姐願意跟你買的話 你願不願意割愛 應該不大可能 所以他 我跟你講 他估的價格 來 先給各位看 他估的價格是估二十萬 那如果賴小姐願意用二十萬 跟他買的話呢 他還不願意賣 所以您覺得這個價格 比這個二十萬 他要來得高啊 不是價錢問題 是已經有的EA了 有人已經要跟你買了 我老婆EA 老婆有來喔 老婆 你不敢買嗎 這個 來 那個旁邊有麥克風 來 拿起來講 對啊 他送給我的啊 這個是送給你的 對啊 那這個的話 如果人家一百萬的話 從你手上買過來 你願不願意 也許可以喔 來 沒關係 我們今天請那個 其實那個所長的 這個最主要的一個功能 就在這邊 到時候他要是... 那個所長要是建一個八十萬 然後我相信一百萬他就買了 所以你的重要性 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節目開始到現在為止的話 還沒有出現過B貨 對 我最近都是有 如果有一件是B貨呢 是送給你 你把B貨送給我除掉啊 你把B貨送給我 我不要 是全部都送給我 有點痛耶 你把B貨送給我幹嘛呢 好 來 那個賴小姐 搞不好人家這是B貨 對不對 對 他現在搞不好 希望他是新B貨 我們來評估一下 當初買的這個白底飄花的手鐲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因為B貨的話呢 你在雕的時候呢 它會... 結構就出問題啦 它會脆裂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北翠的玉醉 好 我們只是看這個裸池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天啊 這怎麼可能 好動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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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